你好啊 我是汪汪 距離上次過了5天後 我又來了 進化後的汪汪 在第18天已經能打贏野外的蟻厚跟霹裡恩了 今天來講講這幾天得到了什麼成長以及打王的新套路吧 首先 隊伍跟上次一樣 男魔導 男智者 男嬰遊 女主角 裝備比上次多了一個重靴 防禦提高了不少 魔導的階級是10 四者是7 銀遊是8 神官是6 那其中銀遊的這個階級是不小心升太高了 其實沒什麼幫助 這次的牌組大部分都有設計過 萬用的攻擊combo 蛇女 狐仙 麥斯特 紅蝙蝠 萬用的輔助牌 賀賽里斯 還有豐厚 我覺得豐厚超好用的 可以補血降冷卻 最重要的是一次放到4個人就等於0消耗 降防的牌就是卡號 還有巴風特 那這巴風特如果可以更高薪 費用會低一點會更好用 那另外死靈可以讓0冷卻的法師 施法速度更上一層樓 但是combo變長了不一定用得出來 我們在打以後的時候 大家都說要調視角打黑影 我以前也這麼試過 但還是沒打贏 這次傷害夠直接秒掉 重點就是攻擊combo再加巴風特 比里恩的部分 攻擊combo一次不夠 就兩次 他會輪流放地裂咬人石化 地裂咬人石化 一輪的地裂殺不死我 所以我會先攻擊一次 等到他石化咬人之後 再放惡賽里斯 就可以繼續磨掉他的血量 在看中 他真的沒有用 在攻擊一次 有沒有應該攻擊 他可以進入 有機關關卡 要不要低點 我會不會被拒絕 有機關卡 在這方面 著的人 有機關卡 那一陣子 可以馬上去 有機關卡 以上就是這次翁翁攻略這兩個野外BOSS的方法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歡迎留言跟翁翁說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 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Discord粉絲團玩 我是翁翁 下部影片見囉